各位语言学习爱好者,大家好 如果你正在学习一门或者多门外语 可能有时候你会想 哪里我可以找到愿意和我一起练习外语的语办 或者一个母语者来帮助你提高你的口语 那么今天我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个找语办练习口语的APP 叫做LingB 我觉得LingB最大的好处是它是一款免费的软件 那么你通过用你的母语来帮助其他人来赚LingB的金币 然后你再用金币来学习你想学习的语言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具体的怎么操作LingB这款软件 我们开始吧 好,那么在右手边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手机的界面 然后这个就是LingB这个APP的图标 那么现在我要点击一下这个图标 现在我就进入到这个页面 我点击我的 然后我的里边有设置 点击设置呢 如果我现在想练习西班牙语 我就点西班牙语 如果我也同时想练习两门语言 西班牙语和英语 那么我打开英语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首页的右上角 136是我拥有的LingB的金币 因为我之前有帮助别人练习中文 所以我赚了一些金币 那么每帮助别人一分钟 我就会赚六枚金币 如果我要练习的话 跟其他人一起练习我要学习的语言 应该是两金币每分钟 母语者我不太确定 好像也是六金币每分钟 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LingB rooms 这个有一个LingB的房间 那么我点击一下显示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一些房间 这些房间是 第一个是练习英语的房间 里边只有一个人 然后 这个也是英语 里边有两个人 带兴的这个是房主 然后如果你想加入他们的对话 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那你就可以进去 然后每分钟你要花两金币 无论是你听他们聊天 还是你跟他们聊天 都要每分钟花两金币 那么如果现在我想要练习英语 或者西班牙语的话 我只需要点击右上角的这个LingB的图标 打开这个图标以后 现在我就可能会接到电话 现在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提示 他说某人想练习英语 点击此处开始通话 那么你也可以主动的播出电话 这样另一边就会有人接听 那我现在我就要播出这个通话 然后我要跟母语者说话 跟说西班牙的母语者 那我现在点击开始 现在我就会 如果有人接听电话 那他就是一位说西班牙语的母语者了 我会跟Juan说话 等等 你叫什麼? 哪裡你? 我從美國 好,好 你能教我什麼 說話在美國 但是不說在西方 在西方 是很棒 很棒 很棒 是很棒 很棒 好,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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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邊說 在另一邊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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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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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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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但是,你最好去一間室 你会在那里,你会跟更多人 你会花到两个人 你会花到两个人 现在我会花到两个人 但现在你会花到六个人 你会花到两个人 现在,如果我会碰到一个人 我会花到一个人 你会花到一个人 你会花到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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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花到两个人 他刚刚告诉我 每分钟如果我是 把电话打出去,要花 十个金币 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只花六个金币 他每分钟赚六个金币 我花十个金币 所以好亏 刚才虽然花了很多钱 但是,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他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练习者的房间 每分钟只要花两个金币 所以我刚才很傻 我没有注意到这写着 每分钟要花十个金币 而且花十个金币的好处是 一对一,一个沐浴者跟我聊天 那如果我去练习者的房间 那虽然很便宜 但是可能是很多人在一起聊天 所以也要看你更喜欢哪种 然后他说你对这位用户怎么看 我给他打一个五星 因为我觉得他态度特别好 而且很真诚的跟我聊天 然后这是一位很棒的语伴 现在我点击继续 他说谢谢你 如果你想聊天或者通话的话 我也可以把欢加入到联系人列表 我现在要添加换为联系人 所以以后如果我要跟他聊天 我就点这个中间的这个聊天的标志 如果我进入到聊天的界面 说明他已经通过了我的好友请求 灵币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 他可以翻译你的聊天的信息 比如在这儿 欢他给我发了一条西班牙语 我现在点击这条信息 然后再点击翻译 然后可以选择翻译成英语 还是中文 那我现在选中文 你看他说你想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 还有就是如果你点击这条信息 然后你再点listen 听 你就可以听到这条信息的语音 或者你看到你的语伴写错了一条信息 你可以点击这条信息 然后再点击correct纠正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你的语伴来修改他写错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用的一个功能 所以跟他聊天之后我应该现在是一个穷人了 刚才还是122金币 现在只剩37个金币了 那我现在应该赚一点金币 我去这个开一个房间 然后帮助别人学习中文 所以我可以把金币赚回来 那么现在我在Lingby Rooms的主页 我要建立一个练习中文的房间 所以我点击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建立一个房间要花费40个金币 但是如果加入到这个房间练习中文的人越多 我可以赚的金币也就越多 所以最后应该可以回本 还有就是我也可以选择时间和选择一个话题 然后我今天打算教一些中文的里语 所以这个视频后面的部分没有新的功能了 就是我要给大家看一看 我会在这个房间里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如果你对汉语的聊天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留下来继续看完这个视频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中文聊天室 一起看看吧 你叫什么名字 Love More 我叫Love More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YouTube Chinese Facebook 很长的名字 这个是你的网名 这是你的网名 不是你的真名 对吧? 是真名 我的真名 真名就是Love More 是吗? 不好意思 很好 我觉得你的名字很有意义 对 对 这也觉得 中国人叫我艾多 艾多 艾多 你现在住在法国吗? 我看你后面是法国的地标 不是法国的 这个是莫桑比克的 是吗? 莫桑比克 你现在在莫桑比克吗? 你再靠那个法国的什么? 你刚才说的什么? 地标 地标就是 这个很著名的景点 就是最有名的景点 对对对 那个不是法国的 你记得吗? 那个是杭州那一个 对对对对 这个山寨的 这个这个假的我们叫山寨的 山寨的 山寨的 山寨的这个地标 对对 所以你在中国住过? 对我在中国留学 以前就是 因为应该是 两年以前我在中国留学 但是你是莫桑比克人吗? 对 我是莫桑比克人 现在你已经回老家了? 对 我回老家了 现在在我 我在国家 为什么你没留在中国? 我睡过了 我毕业了 我在中国毕业了 所以我要回家了 那边找工作 对我们外国人 我学的 我学的专业 没有没有 很难 很难找到 对 那你现在 你的生活 跟中文有关系吗? 对 对 现在 我的生活 跟中文有关系 很好 有时候我当中文翻译 中文葡萄牙语 太棒了 太棒了 在莫桑比克 主要说葡萄牙语 对吗? 对 我们说葡萄牙语 对 我们说葡萄牙语 莫桑比克的葡萄牙语 跟巴西的 更像 还是跟葡萄牙的更像? 我们跟葡萄牙的更像 我们跟葡萄牙的更像 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知道几个巴西的葡萄牙语的词 我不知道 莫桑比克人说不说 比如这个 巴萨克拉纳 你能听懂吗? 怎么样? 巴萨克拉纳 能听懂吗? 巴萨克拉纳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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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学的 我的巴西的学生教我的 他们说我去巴西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说 巴萨克拉纳 我应该 我应该 应该把钱给他 不然我有危险 对 对 对 为了我的安全 对 就是把钱提给我 对 把钱给我 把钱交出来 巴萨克拉纳 对 对 对 这是这样的 还有亲爱的 亲爱的 你们说什么 说什么 凯利吉尼亚 什么 凯利吉尼亚 凯利吉尼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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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 那你的葡萄牙鱼很好 没有 你已经知道了我百分之九十的葡萄牙鱼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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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跟他们了解 对 对 不能 我就只会说很简单的 谢谢啊 你好啊 早上好 对 可以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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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常常看中国的电视剧电影吗 不看 我不看 嗯 那你现在怎么保持你的中文水平 嗯 我 我还在 说 就是因为 我看那个 HSK的书 对 有时候 我看那个 中国的 中国的视频 但是我 我不喜欢这些事情 对 文字 说什么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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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欢迎你 我叫 安 你是中国人吗 还是 你是哪国人 我是越南人 我是中国人 啊 欢迎你 欢迎你 啊 刚才你说到那个电视剧电影的时候 然后我才觉得 哦 原来可以用这种办法 就保持我的中文 我是用这种办法 学习的好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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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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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啊 我就想反对一下那个 电视剧 学习好吗 我就 对 对口语 对口语 对口语帮助真的很大 我觉得 嗯 可以听 可以说 我学习中文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 就是两个多月吧 两个多月吧 啊 真的吗 觉得 啊 真的 你一共学习中文两个多月 嗯 呃 对啊 从季月开始 到今次还是两个 啊 那我想问你 你是 你是你是华人吗 你的 家人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整个越南 越南人的好吗 我是整个越南人的 哇那你太厉害了 只有两个月就 已经说这么好 嗯 嗯 我最后就 以前就看那个节目或者 嗯 电视剧 看了好多 嗯 然后还记得很多 然后学习认真的时候 嗯 可以说出来 哇 对对对对好厉害 嗯 嗯 嗯 我也会用 嗯 你可以 参考一下 也可以 也可以听音乐 嗯 嗯 嗯 音乐 不太帮助 学习中文吧 我觉得 对对对 那边也中国的 中国的音乐 有很多 嗯 嗯 其实好听哦 嗯 我才会照歌 嗯 己小音听 但是我唱唱唱不行 唱唱就不行了 我 我现在听你的声音 我不嫌弃 我觉得 你会成 对啊 声音很好听 我觉得没问题 嗯 啊 传出去 哈哈哈 我就 我还没有更 就是 我还没有在 在陌生人面前唱歌的吧 你们真的是 但是看不到脸 只听到声音 所以不用害羞 没有压力 对 你们李妈妈 你们是两个男人 还有我大人 然后 叫我歌 叫我唱 可是莫桑比克人 应该很爱唱歌 莫桑比克人唱歌跳舞都特别好 对不对 对 特别好 你要来一段吗 欢迎 好期待 好的 因为 OK 我开心 我不好笑 好的 欢迎 为你打扣 对 一个男人 OK 我中国的很老子很老的乐 要这样 你问 我爱你 你有 我深 我爱你 有 几分 我的爱 也真 没有了 很好 你开始 开始那两句 那个嗓音很有词性 哦 哦 呀 对 但歌词 不太容易记住 我觉得 嗯 对 对 对 嗯 是邓丽军的歌 嗯 好像 对 是邓丽军的 最 最开始应该是邓丽军 后来有很多人翻唱 对啊 嗯 好像我听音乐的时候 也就很多朋友说 啊 这好听 这个歌好听 对 对啊 他们发给你 然后你听 怎么 没有特别的选 嗯 对啊 嗯 嗯 你这种学习中文方式很好 就是凭兴趣 你可以教我 我一些 我觉得一顿那个slams 你语吗 好的好的啊 呃 就是 我很 就我很喜欢这个话题啊 所以 这个这个应该你们知道 这个是这个 这种数字的 数字的这个slams 对吧 啊 俚语 知道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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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吗 不知道不知道 啊 就是我爱你 一生一世 对 520 是我爱你 一生一世 是就是一辈子 啊 whole life 对啊 所以我们 声音有一点像啊 我爱你 一生一世 520 13 14 所以 所以我们有这个 这个数字的理语 嗯 啊那个520 那那个520 那个520也是中国移民 那个就是情人 对吗 情 情 不是不是 中国的那个情人节是 是7月初期 是这个农历的7月初期 啊就是那个5月20 就是表白日 有没有白日吗 啊对对对 对是一个表白日 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要在5月20日 对他说我喜欢你 啊 哦 好的好的 那个666你肯定知道了 666对吧 太简单了 是很厉害的意思 这个看的好多 666的意思就是说 很厉害 然后也可以是 你今天觉得 觉得嗯 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 都跟你想的一样 你可以说666 对啊 这个看节目期 看了很多 对啊 但是我也觉得 有那个口语的 真的很好 那个口语是 每个国家的文化 对这是一个文化 就是 很喜欢那个 我学习语言的 我就很学 很喜欢学习那种 文化的 对啊 就是教科书 他们肯定不会写这样的词 因为 他们要很正式 要很礼貌 所以 但是这个真的是 你在大街上 每天听到的 对对对 OK好的 你知道一些理语吗 就是 好玩的 你学习的中文的理语 喜欢就是 绿茶 绿茶表 对吗 绿茶表 这个绿茶或者是绿茶表 对啊 或者那个白莲花也是 差不多 白莲花和绿茶表差不多 就是 看起来很无辜 看起来就是 好像很 很无碎的 对 没有 没有 没有坏心眼 是一个好人 但是内心里边就是 内心里边就是 内心里边就是 嗯 内心可能在PUA别人 啊 哈哈 对 对 这个对 这个绿茶 因为这个绿茶表 所以现在我们也有什么 茶艺大赛 嗯 茶艺大赛 就是很多绿茶表在一起 看谁更绿茶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茶的艺术嘛 茶艺 哈哈哈哈哈 原来的意思就是 真的 茶艺 真的想那个 坏人之中 找一个最坏的人 对对对 啊 但是原来的意思 真的是比赛 看你的倒茶的技术怎么样 但是现在这个茶艺代赛 就变了 意思啊 看谁 对 看谁最绿茶 对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电视剧你知道的比他们多,你真的,这个我觉得别人都不会明白,我跟你说,你马上明白了,这个很好。 哎哟,这个也是我喜欢的那个部分吧,因为我觉得学习语言的时候,这个挺有趣的。 对啊,对啊,因为你要跟中国人聊天,交流,这个语言也挺有趣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有很多语语,然后我在我的语言很喜欢我们的语语,然后我学习一个语言,就把他们的语语就是了解一下。 所以在越南语也有这样的很多语语,但是课本上没有,但是朋友之间常常说,对不对? 对对对,朋友上,朋友就是很经常说,或者在网上,而不是网络,网络他们经常说的,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中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行了那种,就不会了。 对对对,当然跟爸爸妈妈,跟老师肯定不能说,跟朋友肯定开玩笑,没问题。 对对对。 好,今天我就大概给大家展示了一下灵币的功能,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不要像我一样冤大头花了好多金币。 我刚才好开心,就是我跟那些朋友聊天以后,然后我发现他们有到我的youtube channel来留言,比如说lovemore他告诉我说, Hey man, we just talked on Ling B, you are a very good teacher。 所以我很高兴,然后这个人他有特意来为我留言,还关注了我的频道,所以特别高兴。 好,所以我觉得Ling B我会用,因为除了练习语言以外,可能你会交到朋友,所以很高兴。 现在我多了一个莫桑比克的好朋友。 好,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软件。 如果你们想让我未来做一样的这种测评的视频的话,请在这个视频下留言。 然后我以后会发更多的免费的学习软件的信息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大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